挖掘新聞內幕 挖苦新聞人物 我是曾鴻怡 歡迎收看今天新聞 挖挖挖 好來 我們今天邀請到了來賓 那麼第一位是媒體人迪志維 曾大哥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以及律師劉韋婷 劉律師 曾大哥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另外是作家Cencia 大家好 我是新西亞 以及媒體人常津蘭 大家好 那另外也邀請到精神科醫師 葉啟斌葉醫師 曾大哥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非常歡迎五位 我們今天主題是 是怎麼樣的愛情 殺了女模特兒 有一位臺灣跟捷克的混血女模特兒 她日前墜樓身亡 那前女婿被岳母控訴 她很軟爛 還凍粗 那這個女模特兒生前認識這個男生 四天就結婚了 四天 還離婚 離婚後又複合 那到底是什麼樣的愛情會殺了女模特兒 今天我們就要來討論 這個新聞其實是還蠻複雜的 我們先請這個志維跟大家說 對我們在講這個新聞案情之前 先大概簡單講一下這個女模特兒的背景 她是臺灣跟捷克的混血 媽媽是臺灣人 爸爸是捷克人 那她今年才二十二歲 很年輕 那其實觀眾朋友 如果你有注意到這個新聞 她其實長得很漂亮 因為是混血的人 然後她就是有破了一張照片 我覺得超級像洋娃娃 那個頭髮是那個酒紅色的頭髮 那她就是在去年的時候 在網路上認識了她現在的老公 姓張 那當時他們認識四天就閃婚了 但是這個菲比亞她從小 就是爸爸媽媽離婚 媽媽就搬到那個東莞去定居了 所以她從小是給阿姨帶大 那爸爸呢 爸爸就回捷克去了 沒有 她爸爸在臺灣 沒有 她爸爸 她爸爸先回去捷克 那她是 她女兒 就是這件事情發生 她有來臺灣 那所以說她父母離異之後 她就是被阿姨帶大 OK 那所以說 我不曉得這樣子的一個成長背景 有沒有讓她很渴望 需要愛 這個不知道 但是我剛剛提到了 她認識她現在老公四天 然後就閃婚了 那一直到現在的戀情 這個婚姻一直維持 維繫到目前 那她的這件事情發生之後 因為她比較離奇的是 她在上個月的二號 菲比跟她的老公發生了口角 她就打電話給媽媽 跟媽媽講這件事情 就是她有跟她媽媽抱怨 她老公怎麼了這樣子 那完了之後 她就失聯了 找不到人 那她的先生也在網路上 PO文說我老婆失蹤了 大家如果有看到她 因為老公可能想說 老婆或許是跟我吵架 心情不好 去找朋友或幹嘛的 所以也在失蹤期間 就是她的岳母指控她說 老婆失蹤了 你也不趕快去找 還在家裡打電動 那甚至她還發現說 她女兒的手機就是被 因為有帳號 這個先生還在她就是失蹤 還是說發現屍體的那一晚 還在拿這個手機的帳號 買遊戲的點數 她就指控她 你怎麼可以這麼冷血 我說女兒哪裡是對你不好 因為她失蹤兩天之後 就被發現 在他們家大樓後方的風管箱裡面 那顯然應該是墜樓 那那個風管箱 也許平常去的人比較少 所以沒有被發現 那這個事情發生之後 這個她的岳母 這個先生的岳母 是對她做蠻嚴厲的指控 她說我的女兒就是被她害死的 被我女婿害死的 那說她根本不是人 措辭用得非常強硬 對她不只言語暴力 還對她有家暴的行為 那甚至就像我剛剛講的 人不見了還在打電動 然後人死了 你還拿她的帳號 去買遊戲點數 其實這個照我們一般的人 聽起來會覺得說 怎麼會有人這樣 你會覺得說 這也實在太誇張 然後她還指控說 這個我女兒的後事 你隨隨便便 吵吵吵吵吵就處理掉 她覺得這不是一個愛人家 老公應該做出來的行為 所以就把這件事情公諸於世 那當然這事情曝光之後 他張姓的老公有講說 那個岳母根本一派胡言 我什麼時候打她 我什麼時候罵她 我跟她感情是很好的 如果真的我有打她 阿姨可以拿證明出來 她為什麼不去驗傷 好 那這句話講出來之後 阿姨就出來了 阿姨就拿著驗傷單 還有一些這個所謂的通聯紀錄 就是訊息上面的 你沒有罵她那這個這個簡訊是什麼 那你沒有打她 我們就是去驗傷了 所以現在就變成這個阿姨拿出驗傷單 還有這些證據之後 記者再去問這個老公 老公就不回應這件事情 所以等於是這件事情 當然目前看起來她是墜樓 那不曉得是不是親身還是怎麼樣 對 現在看起來是媽媽出來指控她 那其他像這個女兒 女模特兒的爸爸阿姨是怎麼樣 我再請教一下先生 因為其實這地方除了說這個阿姨 然後媽媽對這個指控之外 大家都要知道 因為她是一個非常漂亮的模特兒 所以她的經紀公司 連經紀人都非常的不滿 那我先講一下好了 因為她的媽媽是長久是住在東莞 那因為這個女婆 莫特兒菲比 她是就長期被她的老公暴力 所以那個時候媽媽是有跟她講說 不然這樣好了 你就是來中國 我們重新開始 你好好念書 那這個女生呢 其實我去滑她的IG 看她之前的po文 其實她一直非常的困惑說 為什麼我不能當個正常人 我二十二歲的女孩子 我只想當個正常人 就是像一般人 一般的就是可以去求學 為什麼我的生活就是亂七八糟 然後遭受她老公的精神暴力 這個時候當她提出這個idea的時候 沒想到她的張姓的老公 就脅迫她說你敢回 你想如果要去中國跟你媽媽在一起的話 我就曝光你的裸照 我把你的私生活全部公佈在IG上面 以及中國 中國人很喜歡使用微博 我會讓你身敗名裂 所以這件事情呢 她就打退堂鼓 她不敢去 很害怕自己的私生活被曝光 這是第一個 第二的話當然那個志偉哥已經講到說 她阿姨就是面對她老公非常的冷血 甚至於說她已經墜樓了 她就直接跟她阿姨說 請你們家人來收屍 一副就是不想管事不關己的樣子 然後接下來的話 連這個經紀人呢 她都說當她在幫女模特兒 在接工作的時候 有一次她發現她的身上 完全就是很多不明的傷口 那有一次就是說我幫她發一個通告 就是跟飾品有關係 大家都知道飾品必須要佩戴在身上 可是沒想到她的這個脖子有刀傷 而且是縫不過的刀傷 非常的明顯 等於說我今天要發你這個通告 可是你這個刀傷 我們不知道怎麼處理 可能廠商拍了以後 用Photoshop把它修掉 所以說等於說大大小小的傷口 都不知道怎麼而來的 那當然Phoebe都說 就是因為她老公對她要動輸 甚至於說很多時候 在發了錢以後 Phoebe會說趕快 就是我藉著工作 趕快我需要現金 把錢給我 經紀人問她為什麼 她說因為我老公沒有工作 她需要用錢 甚至有一次跟經紀人簽 預製了五百塊 預製這五百塊是因為 她老公把車停在停車場 沒有錢付停車費 車簽不出來 所以就跟她的經紀人 預製這五百塊錢 所以我覺得種種的 都會讓大家就覺得說 她在生前可能受到的 她的婚姻可能真的非常的不幸福 我覺得她根本完全不愛她 愛她哪會說這是我太太 然後我拍裸照 不要把她攻諸於世 那我想先請教一下 這個葉醫師 他四天認識就結婚了 那然後就離婚 離婚之後又要再復合 你覺得他是什麼樣的一個女生的心情 他會四天就結婚 當然這個這個狀況 他說小時候他父母離異 對 那這個離異 他由阿姨來幫他撫養長大 那當然很多人說 那是不是爸爸媽媽離婚 小孩的這個成長就會影響 個性就會有扭曲 那其實我們現在在門診 其實很多人就是爸爸媽媽 就是會帶小孩來看 那其實都面臨這樣的狀況 包括監護權等等 那我們看到其實在這個過程中間 其實不是離婚的本身 而是這個過程 其實是父母親是不是有角力 或者會給小孩很多的不安全感 比如說他不知道他在離婚的同時 他未來是什麼 甚至說小孩子可能會在這中間 產生一種內疚的感覺 是不是我做錯什麼事情 那害爸爸媽媽要走到這一步 要離婚 所以這個狀況 其實是說離婚的本身 他是不是在這個過程中 受到很多傷害 那我們談到這個 這個女生就是說 他今天會走上這條路 那包括說他跟人的關係 會變成這個樣子 的確要小心 就是說的確他是不是 曾經小時候受過一些創傷 那這個創傷讓他卡在那裡 什麼叫卡在那裡 我們知道說 其實常常很多人說 我可能需要一個溫暖 或是我需要有個寄託 我需要有個依賴 我需要在這關係中間重建一個過去 曾經沒有得到的安全感 那所以他卡在那邊的原因 其實是什麼呢 他過去曾經得不到的東西 他想要在這段關係中 趕快彌補 趕快有一個未來 趕快讓他過去沒有完成事情 趕快完成 那這樣的過程中 就像鄭大哥剛剛講 有可能他會用這樣的方式 比較激烈的方式 去得到一段可能勉強來的關係 所以小時候的成長經驗還蠻重要 他剛剛這個醫師講說 如果在父母在離異的過程裡面 不要角力 那個角力可能對小孩影響很重要 最難聽的話 甚至於對個大打出手 那這個讓他覺得很沒有安全感 這個事情影響很重大 等一下回來再請教來賓 先休息一下 好 講到這裡 我先請教劉律師 你對這個女生跟對這個 他先生有什麼觀察 其實我看到這個故事 跟我手上遇到一個故事很像 我先簡單講 就是說當一個這樣子女孩子 因為家庭自己本身背景的問題 離異了 然後所以我通常看到兩種狀況 一個是對婚姻從此都不信任 因為他的父母就離異 所以他對婚姻或對愛情 一點都沒有信任 這是一種 第二種 就像剛才金正科醫師所講 就是反而他很期待 他能夠有自己的愛情 跟自己的婚姻 去補足這一塊 那我看到這個 就是我們手上過往也曾經遇到一個 他是越南籍的 在他們越南的家鄉 念到了大學 念醫學院 念到二年級 突然有一天回到家的時候 爸爸就跟他說 你東西收一收 你準備要嫁人 嫁給一個臺灣人 這個女兒嚇到說 為什麼我突然要嫁臺灣人 他就告訴他 因為你被一個臺灣人選上 所以你必須要去嫁給他 可是他對他的父母來講 從小都跟父母長大 而且父母對他很好 怎麼突然父母這麼絕情 但是爸媽就告訴他 你只有兩個選擇 一個就是滾出家門 一個就是嫁給臺灣 他可能跟他收錢了是不是 我覺得大概是這樣 好 他也真的就來到臺灣 那跟Vivy的背景有點像說 他主要的家人 爸爸媽媽全部都沒有人在臺灣 只有他一個人 所以他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好好守護 他目前有的這個家庭 所以他跟這個男生也一樣 他就覺得說 那我就應該好好跟你在一起 可是大部分 也不能說大部分 我們就遇到這個個案 這個男生對於自己的太太 會覺得說你就是越南來的 所以你要負責做什麼 主辦 洗衣 工作 賺錢 養我 我在幹嘛 打電動 有一點把他當嚇人 有一點 就是有點歧視地位不平等 對 地位不對的 可是對這個女孩子來講 因為我被迫選擇 或者是我選擇了你 所以我決定不管如何 我就得維護這個家庭 我就得一直在這個家 所以他就忍耐 委屈 被打 也是一樣忍耐 委屈 通常如果他有小孩 他就更願意忍耐 如果沒有小孩 或許他還可以有掙扎的機會 那在我們那種個案是 他後來一定是第一年就生小孩 第二年生小孩 所以一直被綁在這家庭 到有一天也是被家暴到 跑走 原狀況才 這麼好的老婆還被家暴 對 可是我們遇到很多像這種 如果說他自己的家人都不在臺灣 那只有資深一個人的家庭 就這樣只能跟老公 所以他很難就是 雖然知道這個對象不好 可是有時候就有點任命 可是反過來是 這個男的更不珍惜他 因為會覺得說 反正我對你怎麼樣 你一定得在這裡 你不可能離開我 所以我就對你不管施暴 對你這個要求勒索 你通通都得負責 你通通都得接受 就變成這樣的結局 那我覺得其實蠻可惜 因為世界很大 真的不是只有一個對象可以選擇 對 其實有很多可以選擇 可是他爸媽說很疼他 怎麼會忽然直接把他賣掉 那個案子是蠻特別的 對 可是他其實我們講說 這種也是一個國家的悲歌 在那個時代的確有很多當地的越南人 因為家裡的經濟環境不好 覺得如果有機會嫁臺灣人積犬升天 就他們很多親戚朋友阿姨什麼 嫁到臺灣去會寄錢回來越南 所以在那個時代氛圍就會覺得說 犧牲一個人可以救一整個家 所以父母就會選擇說 那剛好有人你被選上 那就是犧牲你來救全家 是 那這個竟然他說 他們這個張南不僅會家暴動手打人 還會精神暴力 那所以他們之間不斷分分合合 可是每次分開以後張南會用盡各種方式 求他原諒 如果是你 你會原諒他嗎 我覺得這裡面有一個致命的吸引力 這個致命的吸引力是什麼東西我不知道 首先我在這一個新聞裡面 我看到了幾個面向 第一個面向就是這個裸女 他有幾個生命上的轉折 比如說他去改名 可見他從姓程跟他媽姓 後來改去跟他爸爸姓 這裡面他有他生命上的一個轉折 他說他去 爸爸姓什麼 他姓羅 他爸爸是捷克人 應該是有臺灣的 名字名字 要嘛就是居留長期居留症 要嘛就是身分證 因為有個性 所以他本來從媽媽 從母性 然後這個過程當中 他覺得他 因為不然這個他的姓 就會變成柯林頓金男對不對 因為外國人的姓嘛 所以他在這裡面 我覺得他自己也看到那個生命當中 自己碰到的一個挫折 然後去年他應該疫情 他應該收入也不好 所以在這裡面 說本來一個月 大概有十萬塊 還不錯 後來因為疫情的關係 可能只剩下一兩萬 所以這裡面 鄭大哥 這裡面有一個矛盾 當你從事演藝行業的時候 不結婚 其實是比較有身價 他有三點一萬的粉絲的情況下 他應該保持不要結婚 很多藝人甚至把他的那個結婚 還隱藏在底下 但是他不是 他熱烈的想要結婚 也就是說 對於一個演藝世界的人 基本上是不想要結婚 他才有身價 他才能做 但是他不要 他使得他的生涯 這一塊 他把他放第二 他把婚姻把愛情放第一 這是第一個 所以這個男的給了他 或是甜言蜜語 給了他一些東西 可是網路有很大的一塊虛擬跟 不是真相 那可是回到 真正回到底下的時候 你原先呈現出來的 跟底下相處 那真的是撥開了 就看到我們看到現在的狀況 我想要說的是 在這裡中間還穿插了很多的新聞 說他有懷孕 懷孕了以後要拿掉 這個家裡 這個國立大學爸媽的家裡 從頭到尾 他的夫家 對 從頭到尾不接受他 也沒有因為你懷孕了 而且家裡還不讓他住呢 沒有因為你懷孕了 我接納 我疼你 我接納 或是我接納你肚子裡的孩子 從頭到尾是鄙視的 對 所以他沒有去照顧這個小孩 這個小孩他說新聞出來 是他去酒店上班 然後去把這個小孩賺了錢來去做 這樣的拿掉的手術 這個菲比有去酒店上班 新聞呈現是這樣 新聞的呈現是這樣 那你就可以看到 在他這個狀況的時候 他的爸爸 他的媽媽 他的阿姨 完全沒有辦法幫助他什麼 不管是經濟的或精神的 他在這個家裡的所受的這些 然後他的懷孕 他在這一塊完全沒辦法 不過這是事實的話 因為媒體報導說 因為這個張南太冷血 你看你這樣子爸爸媽媽 都是國立大學的教授 教出這樣的兒子 那你自己也沒有做很好的身教 既然兒子結了婚 又不接納 他跟那個他的阿姨講說 我沒有對不起你們 我該做的都有做 但是他看到那個喪禮是真的 有告別事前一天才發簡訊給你 因為他嫁到他們家了 所以喪禮就是由張家來進行 那弄得很簡陋 那他阿姨看到就跟他講說 如果你不願意出這上帳費 我們來出 人都走了 為什麼不要讓他走得漂亮一點 風光一點 非常輕視對方 就是很輕視 而且他要海葬 那他阿姨就是海葬的死無葬身之地 怎麼可以給你海葬 所以一切一切都讓他們覺得說 你對他到底是把他當什麼 是一個工具嗎 你愛過他嗎 如果有的話 你怎麼會做出這樣的事情 我問你 兩個國立大學教授 職訊系大學教授的小孩 為什麼會這樣 我真的覺得是被寵壞了 寵嗎 寵就是反正應該就是說 我覺得栽培一定也有 因為爸媽都學歷高 栽培這個小孩 那這小孩有沒有用心被栽培 那有些我們看到有些有錢人的家裡 你真的要他去學什麼 好 你要我去學 可是他真的沒有在學 就是反正我做了什麼事情 爸爸媽媽都會準備好好的 我闖了什麼禍 都會幫我把屁股擦乾淨 所以我覺得久而久是這種 你看兩個不同 來自不同的家庭 那個人格都是被扭曲的 那我請教先生 你會四天被追走嗎 其實我覺得我們今天看到 覺得說這個混血的模特兒 這麼漂亮 那剛才大家也針對他的這個家庭背景 我們做很多分析 可是那我在看新聞的時候 新聞他們有提到就是說 這個女模特兒 他本身有憂鬱症 那這個男生呢 他自己有提到 他自己有躁鬱症 所以這個女生會認為說 我跟這個男生在一起 我們是同病相連 我們心心相惜 我們可以互相照顧 所以我是推測說有沒有可能是 因為就我知道是 像我身旁有朋友 我們女孩子也很漂亮 家境也很好 學歷也很高 他本身有癲症 這個癲症呢 這個精神疾病 對他來講他覺得是一個污點 他感到自卑 所以他有時候在談話當中 他會言談之中 會默默地告訴我說 他認為他自己是沒有資格去挑人家的 他的話 癲症是會怎樣 癲症是無緣無故會怎樣 因為我不是很瞭解他的狀況 可是他跟我講說 他有時候無預警的時候 會突然就會倒地 然後就會剉起來 會開始抖動 會口吐白沫 對一個女生來講 他覺得 上班的時候也會 會 就是完全沒有預警 癲症是要來就來的 對 他要來就來 對 那對他來講 他覺得只要這個情況一發生 他會覺得自己很不堪 我根本沒有形象可言 然後口吐白沫或抽屑的樣子 被人家看見 他就覺得非常的丟臉 所以他就會跟我講說 我覺得我真的沒有資格挑人家 如果今天人家告訴我說 你癲症 以後我要跟你交往 我還要照顧你 因為你什麼時候剉起來 我也不知道 這樣的話還會嚇到旁人 所以因為這種話 他就覺得 所以他把自己放得很低 他說我有什麼資格挑別人 人家如果不嫌棄我 我就應該覺得是萬幸了 所以我在猜說 以這個Phoebe來講 第一個他有憂鬱症 憂鬱症的話 可能他的心裡面會覺得 這樣的話我是麻煩人家來照顧我 所以今天這個男生正好碰到 你有躁鬱症 我有憂鬱症 那這樣的話 你應該能夠同理我的病情 我們兩個可以互相照顧 我在猜有沒有可能 是因為這個原因 才會讓他覺得 他也打不跑 然後他會一直覺得 就是跟他分分合 了解 好等一下我來 我們繼續討論 先休息一下 再請教葉醫師 兩個國立大學資訊系的教授 為什麼兒子會這樣 我們真的不曉得說 他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被診斷成是躁鬱症 不過從他的種種的行為來看 我倒覺得他要考慮 是不是有一些反社會人格的行為 對他其實是做什麼事情 已經不考慮別人的觀點 而且做什麼事情 也不考慮後果 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當然我覺得Phoebe這個事情 我覺得說剛才談到這些 比如說他從小的一些創傷 後來是不是有情商 後來他們兩個人的關係 帶給他什麼樣的影響 那產生了這些這個憂鬱症 或者說他其實事實上是常常想要 在這個關係中間找一個安全感 那這樣的一個過程中間 那讓他去忍受這麼多 那可是其實這兩個人互相是不是 互相羈絆這件事情 的確是要去討論的 舉例來說 對方是這樣對我的時候 那我是不是我每次跟他互動的時候 我都用同一種的行為 去跟他互動 而導致對方用這樣的方式 反過來當對我 那所以剛剛看到就是說 Phoebe還會不斷地去討好他 甚至借錢給他 這些事情 的確要想那對方難怪 他會這樣一直這樣對他 所以這個過程中間 我們極度懷疑說Phoebe的 他的自我形象是破碎 是 他不斷用討好的心態 去跟別人互動 在兩人的 特別是親密的關係的時候 他扮演的是這個角色 常常是一個不對等 是比較劣勢的這個角色 所以我們蠻擔心他實際上是過去 曾經長期的被創傷 然後所創造出來的 這樣的一個狀況 一個自我形象 不能 沒錯 所以跟他互動的人 也許不是他現在的先生 如果患者是另外下一個人 搞不好也是這樣的 處理他的事情 所以我們蠻擔心這樣的事情 那我們在日常上 你會看到誰用什麼樣的動作 顯示他是自卑的 當然我譬如說你們光是講話上面 像我進來我都先跟你打招呼 不是這個意思 因為是掌握全場的人 所以也許你主動掌握這個主導權 那他事實上 你才是真的比較在上位的人 因為我看你們都不理我 是 那但是就是說 像我們在比如說動作上面 可能有些人是比較緩的 有些人比較急的 你也可以看到急的人 是要掌握主導權 那或者他身體要往前傾的 那是希望控制全場的人 對 所以這些都可以看到 那講話的態度上 身體往前傾 對 也會想要比較控制對方 要控制全場這樣子 真的喔 比較微縮的 就是比較自卑 對 比較不講話也許 眼神不接觸 也許是比較劣勢 眼神不接觸的人 是比較自卑的 對 這個要去 有一個跡象在 他不是一定是這樣 但是就是這是一個可以參考 其實鄭大哥 他是被他們全家都 你說一種氛圍也好 一種暴力也好 他在那個家裡面 我也不太理解 為什麼不搬出去 他在那個家裡面 比如說他的公公 跟他收一萬塊錢的房租 然後不斷地跟他要 就是媒體新聞裡面呈現出來 然後這個他的兒子打他 然後他還說你不要進來 不要進我家門 然後他懷孕 然後既然不承認這個肚子裡的孩子 是他的血脈 或他們家裡面 可能需要傳宗接納 那個概念都沒有 也沒有因為這樣子 然後把他接納進來 那我覺得他是在長期 在這個裡面 除了他的先生以外 還有他整個家裡的不接納 就剛剛大家講的 是不是兩個人都在某種上面 有一些契合 那個契合是不是病 不知道 但是在這裡面 憂鬱症照顧憂鬱症 這裡面有一個致命的吸引力 使得他們這樣子互相傷害 又互相的吸引又互相的 那是很奇怪的 我覺得正常人都會覺得說 我碰到這種男生 散都來不及了 真的 所以四天就結婚 根本還來不及知道他是什麼 而且曾大哥我覺得 你看這個女孩子 從小的背景 其實就是父母離異 他應該就有點孤單 覺得失落 就像講說自己就有自卑感 但是到他十幾二十歲 因為他漂亮 他的外型好 所以有很多的吸引很多的目光 他的自信來自於他的外在 所以他當然也會希望找到一個 他覺得很好的對象 可是你看我們剛才一提說 這個男方父母都是國立大學的教授 大家有沒有覺得說 這個家庭好棒棒 所以在這個家庭的男生 這個男孩子來講 或是他父母的觀點來講 我要娶什麼對象 我應該也娶一個好棒棒的家庭 對不對 所以當你居然四天跟一個女的 這個女的結婚 他父母的感受是什麼 他父母的感受是什麼 他大概想法就這樣 你這個女孩子 我講就是說在他父母觀點 或是覺得不三不四的女生 家庭背景很複雜 然後資深在台灣 然後因為他的外表而吸引人 兒子就被拐走了 所以他當然對他是有 某個程度上的旗艦 那在這種狀況下 對這女孩子來講 我知道你的爸媽不喜歡我 唯一能夠支持我們是什麼 就是我跟你之間 你還愛我 我們才會在一起 可是這個男的 又有這個躁鬱症的狀況 我覺得躁鬱症狀況就是 有時候轟轟烈烈 所以四天就可以結婚 有時候轟轟烈烈到 拳腳相向 特別是當這個女孩子 就是以他的外型 吸引人的時候 或許這個男的會覺得說 你又跟誰在互動啊 是不是你要到外面去 討客兄啊 所以就會有很多的這種衝突上面 甚至會覺得 我把你打得醜一點 把你打得難看一點 你才不會去吸引男人 是的 讓你的外在的 好的條件不見了 你就不會這麼高拐了 可是對這女的來講 我其實原本很有自信的 就是外表 可是卻因為我的外表 反而讓你討厭 所以在這個衝突矛盾之下 就會分分合合 一下子男生討厭他又喜歡他 那他又沒有其他的可以 去自信的東西 我曾經看過一部電影 這個電影其實就是有點類似 就是這個女生 他的心是被關在這個男的身上 他想走又走不掉 有一部電影 我忘記電影的名字了 其實蠻類似的 那當然裡面他是愛上了一個 這個綁架他的嫌犯 然後這個嫌犯是會對他暴力 然後會對他這個精神虐待 但他卻愛上他離不開他 那我們從VB這個case你可以看到 根據媒體的推算 就是說四天認識後結婚 是在二零二零年的四月二十號 這是媒體的推算 因為沒有人證實 可是他們有離婚 離婚後來又結婚 那可能離婚也許是女生題 或是男生題 但最後因為那個 我覺得他們結婚就是一個 就是很兒戲 所以離婚也很兒戲 但是沒想到離婚之後又結婚 這個張楠他曾經就是在Phoebe就是 已經失蹤的時候 他用Phoebe的電話打給他媽媽 跟他的岳母講說 請你的女兒寫下 請你來寫一個切結書 叫你女兒不要再來騷擾我 所以根據這樣子的推判 一判是說這次結婚了 要離婚應該是男的題的 但是女的就不想離 所以你想一個會打你 一個會精神虐待你的這麼爛的男人 用你的錢 用你的錢 那他要提離婚 你應該要開心趕快跑 公婆又不歡迎你 對 尤其這個這個夫家 根本是侍女為侍女為無物 對 那這段婚姻 爸爸媽媽也不認同 公公婆婆也不認同 你到底要什麼 對 所以其實他一直逃離不開 所以我先講一下就是說 他父母是知名國立大學 你知道國立大學 現在國立大學不少 而且是知名國立大學 資訊系教授 說這個張南曾經為了非比 在網路上嗆聲 這實在他很嗆 他說我已經斷了三個人的絞筋 沒有人敢告我 然後我協助殺過一個人 因為我舅舅是檢察官 我爸媽都是大學教授 他拿這個出來吃 很客製 很客製 我猜這個父母真的是 有教育上有一些偏差 所以葉醫師才會認為說 這個可能有反社會人格 畢竟他這樣子這麼強烈 做這樣的一個行為 甚至說要殺人 協助殺人這種事情 其實是不應該說出來的 反而是拿出來炫耀 對 你有沒有斷過你的腳筋 外科醫生比較有可能 好 然後呢 非比呢 又被老公家暴 然後他就 非比就傳訊息給他公公 因為他公公回覆是這樣 我應該是證明他公公 真的是有受高等教育 因為他的講法是 請離開我的房子 我不同意你進入 如果你在裡面 就構成非法入侵 請自重 天啊 還回這樣的訊息 你又一直打人 你還回這樣的訊息 很簡潔有力 然後但是很能學 沒錯 對不對 好 但是我其實比較在乎 第一個 大家會在乎就是說 為什麼國立大學教授 會教出這種兒子 這是一個思考點 那第二個 我覺得最重要就是說 這個女生很漂亮 外表很漂亮 可是我覺得她內心支離破碎 那為什麼會支離破碎 這很重要 以後我們的家庭 有小孩的時候 如果我們養出一個 內心支離破碎的小孩 他的一輩子不會幸福 因為他很容易就去 就迷失了嘛 好 等一下回來 我們繼續討論 先休息一下 好 我覺得葉醫師講一個重點 就是說因為台灣的離婚率啊 現在百分之四十幾 對 快要五成了 快要五成了 一年有五萬多 我們結婚才十二萬對 我們離婚有五萬多對 那五萬多對裡面 難免很多是有小孩的 對 那可是要離婚 常常要肅請離婚到法院去 大家修建 對 監護權 其實沒有在法院修建 有時候在家裡就修建 那這個中間的過程 剛剛醫師講到說 角力的過程 讓小孩產生非常不強的 非常強的不安全感 對 因為他們就是會互相傷害 甚至挑毛病 對 然後因為你有問題 所以你應該要跟著我 所以這個造成小孩的傷害蠻大 那我們可以問小孩說 你要跟著爸爸還是跟著媽媽嗎 通常這種問題要看他的年齡 因為他對事情的了解的程度 可能不是他這個年齡可以了解的 所以這個有時候會造成小朋友的誤判 對 那幾歲可以問 通常要等到高年級以後 譬如說十歲以上至少 對 可是三歲他就會講話 但是他沒有辦法了解說 什麼是對的 什麼是好的 這件事情他對他來講做抉擇 他還沒有一個整個成熟的思考 如果我們不講說離婚 有時候其實老實講夫妻在一起 夫妻也常常 也常常這個吵架 那個吵架會對小孩有傷害嗎 有 我們大概不鼓勵他們在 比如說小孩子面前這樣吵 因為那個吵 比如說你光是大聲這件事情 就造成小朋友的創傷 對 那你不要說你如果動手 或是用威脅 這種恐嚇的這種語氣 對小孩來講也是一個目睹 暴力 目睹 這個會造成一個創傷的經驗 那除此之外 比方說對功課 對行為什麼 父母親要注意什麼 如果說在照顧這個小朋友的過程中 特別是譬如說 你如果這麼大 這樣都可以 盡量是賣 因為他這個其實剛剛就提到 就是剛剛比如說Phoebe這個狀況 他如果說長大之後 他說你看我好不容易有一個結婚 我一定不要再離婚 我無論如何我都要把這個人留住 我無論如何 你看這個別人都搞不定的 我只有我可以搞定他 所以這種狀況他委屈自己 寧願把自己壓抑自己 然後去完成這樣的關係 可能跟從小的受虐經驗 或者說在創傷可能都有關係 劉瑋婷每次都考一百 你怎麼每次都八十 這樣可以嗎 那這也是一種完美的這種形象 不必要這樣 我們人本來就要多原諒自己包容自己 多愛自己 但是因為很多受虐經驗的人 或者創傷經驗的人 他就學會說我一定要做到一百分 我什麼事情都要完美 我不能有這樣 因為我從小被罵過 我上次你看我快九十九分就被打了 對 那我現在長大 我不能有在這樣狀況 所以他常常不允許自己有絲毫的錯誤 那我們就把劉瑋婷拉下來變八十 半分提高到一千就可以 這個其實要教小孩很多事情要注意 所以情緒方面要注意這些事情 鄭大哥我補充一點就是說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的都是阿姨的指控 媽媽的指控 爸爸的指控 經紀人的指控 但我們比較沒有看到就是說 這個為什麼這個國立大學的教授 你會教授這樣的兒子 那這個兒子他當然只有講說 我沒有施報他 他唯一有講是這個 其他都沒有回 那那些都是阿姨跟媽媽的轉述 所以我覺得就是事實上是怎樣 為什麼一個教授 他會傳這樣的訊息給菲比 怎麼這麼冷血 為什麼他懷孕了你不認他 我覺得那裡面應該也有一些原因 只是我們不知道 所以就是說 我們在評論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不知道的東西 沒有全面性 那劉律師這邊是有一個當事人來找你 那這個說他們夫妻陷入了財務危機 然後發生什麼事 對 其實鄭大哥我想先補充一個 因為剛才您有跟金燕克醫師討論到說 這個小孩子從小因為父母離異 可是對他的影響跟殺傷力有多大 我想先補充一個這樣子的案例 就是我們遇到過的 通常父母親要離婚的時候 可能就不會想住在一起 原本都住在一起 跟小孩住在一起 我們遇到一個大概五六歲的小孩 然後父母親要離婚 那媽媽就帶著小孩趕快去投奔娘家 才敢去提告老公要離婚 不然住在一起收到離婚起訴書 又住在一起老公一定要嘛家暴他 要嘛就是跟他吵架 所以太太通常就會做這件事 好 太太把小孩帶到娘家以後 老公收到了離婚起訴書 老公當然知道原來太太要離婚了 而且把小孩帶走了 但這小孩他也要 那會怎麼辦 要求太太把小孩帶回來 這時候太太就會跟小孩說 你要不要跟爸爸五六歲嘛 你要不要回去跟爸爸住 我告訴你爸爸多麼不好 甚至也會打我或罵我 甚至也會打你罵你 在小孩子很小的心裡面 他就開始面對的就是 我在媽媽家 我在娘家 媽媽這樣跟我講我要回答什麼 對 你覺得他會回答什麼 我要跟爸爸 不可能 對啊 怎麼可能 所以他開始學習 媽媽要的答案是什麼 我給媽媽要的答案 那同樣的 在這個離婚的訴訟過程當中 法律上面是可以強迫 就是法官可以定一個 定暫時狀態的會面交往 一個禮拜跟媽媽 第二個禮拜跟爸爸 你們離婚繼續打 所以小孩子就會 在這個離婚訴訟中 被強迫又帶回到爸爸家 那帶到爸爸家的時候 你要跟媽媽說拜拜 要怎麼辦 媽媽我真的很不想去爸爸家 被迫講的 對 不管被不被迫 等到爸爸家 爸爸我好不容易看到你了 我好開心看到你 他每個禮拜都在上演一個 寄人籬下跟演戲 那我要講這個 不是講一個故事 是真實的 這個小孩後來長大了 也到了二十幾歲 因為這是他現在 要打離婚官司 來跟我們分享 等到他自己遇到他的婚姻 他的感受是什麼 他其實面對他的老公也是一樣 算是個女生 他是個女孩子 他是個女兒 但他後來也長大了 他面對這個男生也是一樣 他已經從小 已經變成一種自動的學習 跟自動的反射動作了 你要什麼 我就面對你你要的答案 我沒有自己 我都是在面對別人 跟提供別人要的結果 所以他自己已經失去了 已經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 就不斷地面臨老公對他家暴 那家暴完 老公又跟他懇求要回來 他就回來了 他比較沒有辦法是說 我其實就是想離婚 我其實就是想分開 都是到最後是他的娘家 自己的媽媽已經說看不下去 女兒三天兩頭被打 跑回到娘家哭 你不要再回去那個家 他沒有自己 他沒有自己 他就是迎合另外一半 因為已經從小被訓練成這個樣子 那慢慢地才因為其他家人的拉 媽媽帶著他來說 我一定要替我的女兒 提告他的老公離婚 才能夠分開 那這個是一個我們遇到的 這種從小在離婚 所以我們也是奉勸說 父母親我們現在司法都教大家 叫做友善父母 你父母親你要怎麼離 你要怎麼吵你家的事 但是對小孩不要灌輸說 爸爸不好或媽媽不好 我講很多 我講得不好 這是自然反射 我很討厭爸爸 我不可能希望我的女兒認同爸爸 我很討厭媽媽媽 我不可能希望女兒認同媽媽 但是我們必須要教育爸爸媽媽 不要這樣做 我曾經碰過那種小孩 那種小孩就說 我說你這個跟著爸爸 對啊 怎麼沒有跟媽媽 媽媽很壞 媽媽每天都去跟男人 對 然後到媽媽那邊就是 爸爸很壞 每天都去酒店 每天都去賭博 就是到哪裡他就會講不同的話 那我現在再講另外一個 這個是這樣子 是一個從小就青梅竹 可是男生 講白理就是 家庭背景比較好 長得又好 那女孩子相對比較弱勢 可是因為從小青梅竹 就是到十幾歲 大家雙方父母也都認識 就覺得說應該要讓他們就一直 就結婚了在一起 可是男的其實沒有很喜歡這個女的 可是就是因為從小一起長大 所以他們就結婚 那就變成說男的他就是一個 我其實不愛你 可是因為我們的過程成長 而且父母親互相都可以接受 所以我們就 女的是很愛這個男的 結果這個男的就到他二十幾歲 他們兩個就成立了一家公司 也開始經營這一家公司 經營的也不錯 可是男的就是 因為他不喜歡這個太太 所以很多時間流連忘返 在這個酒店裡 可是這個太太就是死心塌地 我知道老公在外面 亂七八糟 碾花惹草 但我就忍了 我就接受 也都一直一直就這樣維繫 好 這故事我們等一下再繼續 好不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劉醫師那後來呢 好 我補充一下就是說 我們這個案件是這樣 有一天這對夫妻來到我的律師事務所 然後要跟我討論一件事情 我聽了覺得沉默節省 他說老公就跟我說 我們公司有開了一張公司的票 跟我個人的本票出去 可是還不出來了 就是這個錢還不出來 我老公 我的我是老公 我名下有一間房子 我不想要這個房子被查封 這個票大概一千多萬 那我律師可不可以跟你討論 我們說就是我來告我的太太 我說你告你太太要告什麼 我說我要告我的太太 太太也坐在旁邊 告我太太說這一張我個人的本票 是我太太倒蓋我的印章 就是偷蓋章發出去 所以這張票無效 那我就好奇說公司票當然就開出去了 可是個人的本票如果有效的話 個人的財產會被強制執行 那我就問太太說 你有倒蓋你老公的本票嗎 當然沒有 老婆就說 當時候當然是大家都是同意知情的 所以有 因為為了擔保 借這麼一大筆錢 所以才會公司票跟個人本票都幹 可是我為了我們這個家 不希望老公的房子 對被查封拍賣 所以一定要讓這張本票無效 所以我們討論過說 是不是說我偽造我倒蓋的 那將來法院就會判說這張票無效 那老公的房子就會保住了 我說可是這樣子第一個不是 那他要護什麼刑責 偽造文書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我說第一個這個不是 要關 第二個就是如果真的這樣 你會有前科紀錄 也會有要抓進去關 對 他說可是沒有辦法 我們不希望老公的房子被拍賣 我們就連住的地方都沒有 那也沒得選 所以是不是可以這樣做 那我就覺得說老婆有需要做到這樣嗎 頂多講難題就是沒有房子 租房子 外面生活 可是會感覺就是 老公是蠻強勢的 他就覺得我要保住這個房子 所以犧牲 你 這種態度好偉大 金蘭你有這樣嗎 沒有 沒辦法 沒辦法接受 那我去住監牢 然後留房子留給你住 這樣也好像蠻奇怪的 對啊 而且我們後來問了以後 才慢慢瞭解說原來開這個一千多萬 老公說要去投資 是去跟人家做生意 投資買土地 一千多萬 其實也只拿了四五百萬去投資 還有四五百萬拿去哪裡 酒店 不只酒店 他還有另一個家庭 還要養另一個小三個家庭 他又去外面還有一個家庭 對 就講白一點就是 我覺得跟我們這個個案有很像 就是這個太太就是無限大的犧牲 無限大的奉獻 只要你願意讓我們還是一個家 不要把我推開 你要怎麼做 我都可以接受 這個老公就為所欲為 為所欲為到吃乾抹禁 把你犧牲了 你去住監牢 剛好成就我跟小三 對啊 志偉 如果你老婆他會答應嗎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對啊 我自己有幫助 老婆要為家犧牲啊 我們是有講過說 如果有一天我沒錢 我老婆當然會拿錢出來 對啊 但是如果你說真的發生 這樣事情 第一他不會蓋 那個章他不可能蓋 對不對 不是啦 那個章就是 他就是假的嘛 就是老婆要去關 就是 對啊 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你一定要先有他的章去蓋 蓋老公 雖然他老公沒他 他的章去蓋 我老婆 就不會幹這種事 那這樣你會很感慨 太太不願意嗎 就是只能說就是那叫做 夫妻本是同齡鳥 大奶奶是各自非 其實也沒各自非 太太還要為老公犧牲 沒有 他在那個是說我 我的狀況就是現實的狀況 葉醫師你太太會嗎 不會 我覺得人是這樣 是互相的 你如果說這個關係是不對等的 那其實這樣的話 其實走不下去 對 我們都回去問一下 我們的另一半 但我說真的 這種案子在我手上 還不是唯一一個 我還遇過好幾個 我真的覺得當一個婚姻 二三十年 當然有可能夫妻是童心 童心就是他們真的是很 彼此很愛的 所以他們任何一半都願意 為對方犧牲 只是為了成就這個家的完整 這個確實是有 可是這種相對比較復興的 那真的是比較遺憾 那你太太會嗎 我覺得我太太 我也不會要他這麼做 說真的這個我做不出來 其實劉律師這種新聞 曾經很多 就是票據犯通通都是老婆 進去做官 都是你講的這種 那辛西亞這邊也有類似的案例 對 他這個故事 是我老公他同事這一邊 那他同事 因為這個女兒是一個白人女生 他你知道現在K-pop 在美國非常非常的流行 所以說隨著這個K-pop的流行 這個女生對於韓國歐把 就非常的嚮往 所以說他在求學的時候 自己會學韓文 然後看一些韓劇 這個時候就是在網路上面 就認識一個韓國的歐把 那他心心意念 就很想要去韓國這個國家 看個究竟 然後再加上這個韓國男生 對他也不錯 於是就是毅然決然 歐把是什麼定義 歐把就是哥哥 那他就嚮往 年輕的 對 嚮往這一種韓國的這個戀情 因為就想說 以前看這些韓劇都覺得韓國這個歐把 都對女生非常的好 好 於是就認識他以後 他就真的就過去了 過去以後呢 兩個人還真的就結了婚 結了婚以後呢 因為他在當地要找工作嘛 找工作最簡單就是白人女生 我們可以去當model 那當model的話呢 等於說他老公那時候就是一般的上班族 本來還相安無事 可是就面臨到說老公呢 那時候就是面臨就被裁員 被裁員的話呢 等於說那也沒辦法嘛 那我就是一個媽媽 我就必須要撐起整個家 還是去當model 這個時候呢 老公就在待業的期間要找工作 找工作就受挫 二來的話呢 你知道男生的心態就很奇怪 有的時候呢 這個讓老婆撐起整個家 他心態又會不平衡 有的時候 然後稍微一個眼神不對呢 就會對他咆哮說 你是不是看不起我啊 你現在當model一個月的這個 一個case就是我那時候 一個月的這個薪水 你覺得你自己是很了不起 那其實老婆真的沒有 這樣的一個心思 那那個時候很多 有時候就跟家人在哭訴嘛 家人就說那你這樣子的話 這個我們白人女生呢 你怎麼可能說到一個亞洲國家 然後還這樣被被欺負 這個女生他提出的理由是認為說 因為我以前在看這個韓劇 聽說韓國男生就是比較大男人主義 那因為我是異國戀 我就覺得我應該要這個入境水俗 很多韓國女生 他可能在婆家 在這個都是這樣子被對待 體諒 對所以我覺得我可以體諒 我可以包容 沒關係啦 他可能因為待夜期間 心情難免也不好 沒關係 可是呢問題是 他有時候去出通告 孩子要照顧 老公又不幫忙照顧 就跟他講說我現在呢 我現在要靠這個投資理財 我要鎖定我的股市 所以說呢 就是請你就是自己想辦法 好所以很多旁人去勸 他也不願意離開 直到有一次呢 就是壓垮駱駝 就會跟稻草市 他老公那時候就酗酒 酗酒的話呢 有一天半夜 把他的朋友帶回來 兩個男人就醉醺醺醺醺醺 結果呢 這個女孩子他已經睡著了 睡著以後呢 可是這個男性友人啊 喝醉醺醺 開了房門 對他毛手毛腳 天啊 毛手毛腳 我跟你講他故意就想說 這根本就不是我老公 就叫他老公來救他 老公早就已經醉到 不省人事了 到這個時候他才發現 我的媽啊 這樣真的下去不是個辦法 所以他才肅請離婚 那後來肅請離婚 就想說那應該就會 回到美國了 也沒有耶 因為呢 他還是喜歡韓國歐巴的這種 這種文化 他後來呢 是跟他的model經濟公司老闆 交往又再婚 所以算是苦盡甘 人家非常的疼愛他 是喔 我跟你講 韓國真的男人普遍很大男人主義 歐巴不好 台灣真的比較好 好 那志偉聽說 你也有女生朋友觀念很新穎 那個叫新穎嘛 那個根本就是頭腦壞掉 這個朋友我們怎麼勸他都沒有用 你知道他用很極端的方式想挽回他老公 就是他們是奉子成婚 他交往大概一年多 也不算長 那就因為懷孕了嘛 就不得不結婚 那男生的家世背景很好 其實他的婆婆也很疼他 因為他生了第一胎是生了兒子 可是他老公娶了他之後 就對他你知道就是有時候娶到手了 就感覺好像不用太熟了 老婆懷孕了他沒有陪他去做過一次產檢 那他生小孩的時候 老公也因為說有很重大的獲益要開 沒辦法趕回來這樣 所以生產的時候老公也不在身邊 老公是隔一天才來看小孩這樣 所以他那時候都覺得老公很忙 他就很體貼他 有些女生就是處處為別人想 然後委屈自己 然後去找一些理由說服自己說 他很忙他是為了這個家 但他生完小孩之後老公就對他更是冷淡了 碰也不碰他 大部分都是女生生完之後會比較沒有性慾 因為他在哺乳期 可是他知道他老公在這方面的需求很大 所以他就會要去取悅他老公就是說 我雖然生完了你想要還是可以這樣子 但是他老公就看到他已經走中了身材 你生完小孩沒有沒有沒有過去那樣的身材 反正這老公其實在外面是有小三 他老婆其實懷疑但是又找其他的理由 來說服自己說那個應該不是這樣 那一直到後來都已經旁邊的朋友 然後連他婆婆都跟他說你老公外面有小三 他還是不相信 那他也不願意去問他老公 那這個故事後來是怎麼發展 等一下繼續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那志偉接下來呢 對 即便婆婆也這樣跟他暗示 我覺得你老公怪怪的 你要去問看看 那他終於就去問他老公說 你外面是不是有別的女人 他老公說逢場作戲 玩玩而已 那玩玩的定義是什麼 有發生關係嗎 老公就沒有講話 但是我是會回來的 我沒有不回來 老公就是一副 把自己的行為合理化 那他也覺得說 對啊 老公至少有回來 但是就問老公說 那到底那個女的 你喜歡他哪一點 他老公居然還跟他講說 我覺得他的床上功夫還蠻厲害的 而且他某些技能很強這樣 他老公跟他講 照理說正常的女人 應該聽了要很抓狂吧 你怎麼還真的把這些detail告訴我 可是我這個朋友 我們都覺得他真的頭殼壞掉 他去報名上兩個課程 一個是有一個崔潭瑜伽 那是一種雙人瑜伽 是能夠再讓你性生活方面 美滿的一種雙人瑜伽就對了 但他自己去上 然後他還有去報名那什麼 什麼金賽夫人性愛技巧班這樣 就去學 然後回來跟他老公說 我跟你講我學得很厲害的 就是他一直在取悅他的先生 所以居然又懷了第二胎 那他想說生完第二個 你應該先會回來 他生了一個女兒 所以他一共有一個兒子 一個女兒 但是老公越是老婆這樣取悅 他是覺得他越厭惡 然後罵他說怎麼那麼下賤 我都這樣子在外面有女人 你還要這樣 還罵他下賤 那他後來因為老公後來就索性不回家 然後公婆也拿他沒辦法 他我覺得至少他的公婆是很明理 知道自己兒子很壞 所以他幫忙他照顧兩個小孩 但是他就是一直不願意離婚 然後其實已經應該有那個憂鬱症 跟躁鬱症的傾向 他有時候對小孩發脾氣莫名其妙的 那小孩都被他嚇哭 所以已經是生病滿嚴重 所以我們常常就在他臉書上看到 他寫一些很負能量的文 但是你勸他離婚 現在裡面的人 現在裡面的那個狀況的人 你勸他做正常人的事情 他越不做 所以我們都還蠻擔心他的下一步 那欣喜好這邊也有一個案例 說這個也是一個這個軟爛男 對其實我覺得很多女生 這個我網友的故事是 因為他從小就生長在一個重男輕女的家裡面 所以他的感受就是說 最好的爸爸媽媽也都不會留給我 爸爸媽媽對於我喜歡吃什麼 其實他們都不會很care 反正就是以這個哥哥或弟弟為主 所以說他在上高中的時候 有的時候就會跟朋友去吊蝦場 去那邊蝦閒混 就認識一個大他八歲的男生 這個男生就很喜歡他 那喜歡他展開追求 那一般基本款就是到學校去賭人 或者是說溫馨接送情 最讓我這個網友的感受 非常的感動 就是說這個男生非常知道 他喜歡吃什麼 就記在心裡面 譬如說早餐就是送早餐給他 知道說他喜歡吃燒餅油條之外 還知道他的飲料 喜歡米漿豆漿各半 他覺得這樣子是最好吃 就因為這個舉動打動女生的芳心 會覺得我的這些生活小細節 你都記在心裡面 那跟家裡面的人 就產生一個很大的對比 所以對他來講 他就覺得我想要離開我的家 於是在高中一畢業以後 就跟這個男生就去中南部 那去中南部交往同居以後 才深入了解說 原來這個男生 他工作是有為事 為事就是管酒店 管檳榔攤的為事 那這個女生他也見識到說 這個男生在帶小弟 就教訓小弟 那個兇狠的這個神情 讓他印象很深刻 可是一回過頭來 對他就是輕聲細語 所以那個女生就會覺得說 我好有被保護的感覺 而且你對外人可以這樣子的 那麼的決斷果斷 講話是如此的 這麼有的氣魄 可是對我又是輕聲細語 男生常常就跟他講說 我真的好喜歡你 你真的是對我來講 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對他就非常的受用 可是你也知道嗎 在為事當中的這男生 後來就是喜歡賭博 那賭博的話 等於說就是手頭就比較緊 手頭比較緊的話 男生就開始跟他遊說 那因為你知道嗎 你來中南部 跟我在一起同居 我也照顧你一段時間了 最近我手頭緊 那就跟他商量說 因為我是為事嘛 我有在顧幾個檳榔攤 那不然的話你就是 反正你在家裡面 也沒有做什麼事情 你去檳榔攤 就是打打工 有點家裡面 有些微薄收入都好 然後再跟他講說 因為要不是手頭緊 否則我也是不忍心看你 穿著這個清涼的服裝 去包檳榔 好 這女生當然就想想說 也是因為為愛犧牲 人家男生對我這麼好 所以他就想說好 於是就去做了這個包檳榔 就當了這個檳榔攤的小姐 男生說你不用擔心 沒有人會欺負你 我是為事 這攤子是我在顧的 不會有人吃你豆腐 你放心 好 可是問題就在於說 這個男生為事也是在酒店 當這個保全 所以說他就發現 這個女生就發現說 其實你對我好像也不是 真的是真心 你竟然跟酒店的小姐有來往 於是就發現這些證據 就跟他男朋友就是對質說 你是不是在外面有女人 這個時候 我跟你講男生就變一個臉 就嗆聲跟他講說 不是 因為我最近手頭緊 你看看這個酒店 紅牌小姐那個誰誰誰啊 他可以拿到多少錢給我 你看看這些錢 你要包幾顆檳榔 你才可以跟他一絕高下 是不是 於是這個女生一聽到就想說 那既然是這樣的話 一定嘛 女生都這樣 小三我跟小三比起來 我姿勢也不差 他一個月可以賺多少錢 一一臺可以幾萬塊 那我下海也去做嘛 好 整個觀念就非常扭曲 那男生建立了心情想說 你現在從檳榔攤小姐要升級 檳榔森絲要變九國王 對 要變九弟小公主 沒關係 反正我是回事啦 不會有人欺負你 只是摸一下 不會 不會有人對你怎麼樣 他就跑去當座臺小姐 座臺小姐以後後來的事情怎麼樣呢 他知道這男生也跟不下去了 他當然就跟他分手了 問題是因為他在求學的階段 你看他高中畢業 他就去當小姐 等於說他就認為說 現在當酒店小姐 錢就比較好賺 於是離開這個男生以後 他回到臺北跟他爸媽在一起 他還是當酒店小姐 可是他會認為說 反正我只要拼出一個房子 我有這個一桶金 我就會洗手這樣子 這個男生他 這一直都是一種情緒勒索 你如果拿另外一個女人去 他搞不好養了一串的酒店小姐 對 那我就可以開始跟你 比較說誰賺錢比較多 誰對我又比較有利 女生就會這樣陷下去 他不是不只是養了一串 酒店小姐還養了一串 檳榔西式 對 還要好像是彈 搞不好都是這樣來的 沒錯 擴張經營 是 那劉力士這邊也有一個 匪夷所思的女性案例 他生了八個小孩 其實這個故事我聽了真的是很難過 我先從他的上一代講起 就是來請我們協助的是一個太太 那他要告老公請求撫養費 小孩的撫養費 然後我們問說你有幾個小孩 他說八個小孩 然後我就好奇說 你跟一個老公生八個 他說不是 他有四個 爸爸 兩個是老公 兩個不是 所以就很複雜 我就說奇怪 我很難理解說 怎麼會家庭背景這麼複雜 然後瞭解以後才知道 從他媽媽那一代就很複雜 他媽媽是一個酒店小姐 那媽媽是酒店小姐 後來也是跟 就跟來往的酒客 對 就在一起同居了 生下了他 生下他以後 又跟這個分手了 所以這個小孩子從小 他就有很多叔叔在照顧他 媽媽常常換不同的叔叔 他也搞不清楚 這個叔叔是哪一個叔叔 那個叔叔 也是為了他媽媽的身體 之類的 之類的 然後這一個媽媽 他也就這樣子一直有一搭 沒一搭的帶這個小孩長大 結果在這個小孩 大概從七八歲 就發生了不幸的事情 他被他的叔叔性侵了 在他還搞不清楚狀況的時候 所以我覺得這個太太 他對於性 對於身體 這件事情 某個程度上界線是模糊 因為媽媽也在酒店上班 所以有時候他很小 就帶他去酒店工作 因為要顧他 對 他有看媽媽那麼十多人 對每天就是跟 聲張首位 對甚至可能回家 也在他面前發生性關係 都有可能 就是他就對於這個姓氏 很沒有特別 那個界線是模糊 所以對他來講 當他十幾歲 他其實自己也就到酒店去上班 紅島媽媽的負責 就是因為他從小 就是這個環境長大 他就在這個環境下 也跟著這樣成長 好 這個故事等一下我們繼續 好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所以劉醫師後來呢 後來我說他在這個從小的背景 我不是說他被這個叔叔性侵 可是他媽媽一直都不知道 所以他最後他是十幾歲的時候 離家出走 因為他知道待在這個家裡 就會遇到這樣的事情 然後他就自己離家 可是因為他沒有其他技能 而且這個從小的背景念書 一定都很糟糕 所以他最後就是又到酒店去上班 那他跟就是在這個性跟愛情的界線很模糊 但他跟這個酒客很好 他就會想跟他在一起 想跟他在一起也一樣就同居了 那同居以後就生了小孩 那他遇到的第一個 跟他同居 他懷孕了 這個酒客也是二十幾歲 就覺得說不然我們就結婚好了 所以他在那個時間點 真的有一個家庭結婚了 可是你知道嗎 對這酒客就是來來去去 今天喜歡你 明天又上另外酒店 又喜歡別人 所以後來也是又外遇了 又吵架了 又離婚 那他又回到酒店去 然後也有生了兩個小孩 然後又再遇到下一個 也一樣人家可以接受他 一直在酒店 對 他沒有別的技能 所以他唯一的 我講難題就是用身體去換錢 可是哪個老公會接受太太 一直在酒店上班 對 所以你鄭大哥講沒有錯 所以這種就是有一點說 因為他懷孕了 人家就會覺得說 好 我對你負責 所以跟你結婚 他前面的兩老公是這樣子來 所以生了四個小孩 可是到後面 有可能你跟一個兩個兩個爸爸 然後四個小孩的女孩子結婚 所以他到後面很難再有婚姻 而且講本來看到你生三四個 大家都不太 就變成他只是就跟人家喜歡了 然後同居了 然後也就懷孕了 我帶你去看那輩子 我也怕死 那他後面就一直這樣 可是至少就是說前面的有一些 還付一些責任 還給一些撫養費 那當然就是有一搭沒一搭的 但他有這麼多小孩他要養他 也只能在酒店上班 才有這個收入 可是這種惡性循環 我就一直跟他講說 那你現在你這個八個小孩 你到底怎麼照顧 因為你又在酒店上班 你怎麼可能照顧八個小孩 他說有的是他的媽媽在帶 有的當然有的是到他的前夫家在帶 那有的就跟著他 可是就是一樣 就是我說那你不會擔心說 也重蹈你的復測說 會不會小孩未來發展的 也演到酒店去 可是對他來講 他眼前的事情都顧不了 就他整個生活是 要把那四八的小孩 肚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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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肚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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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肚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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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經有過在小孩面前吵架嗎 我跟我們家先生比較少 不吵 比較少 但是我們會兩個一起修理小孩 教養小孩 就是教養小孩 就是教養小孩 這個叫做男女混雙 對不對 對 男單女單 然後男女混雙 應該一個半白 一個半黑臉 沒有沒有沒有 因為那時候就是手機嘛 青春期的手機 你很難自律 很難控制嘛 對不對 所以就會發生這種事 但我覺得這裡面我剛剛也跟葉醫師在聊 其實你生長在哪一個家庭 其實你大概決定人生 基本上是 基本上你的命運 就是格局 對不對 就決定了一大半 然後能夠在那個泥腦中 能夠自己能夠長出來的 那真的是要很大很大的能耐 還有很大的老天的照顧 所以剛剛聽了這麼多的故事裡面 他其實很難不從原生家庭去看 在原生家庭裡面一個就是沒有陪伴 不幸福 他要跑出去 那外面有一點風吹跑動 他覺得那個好像是可以的 他就離開了這裡 就跑去那裡 結果那個是一個假象 然後就一直在往外面去尋找 就找不到 找不到他想要的那個溫暖 那個情感 所以這裡面都是在找尋一個 如何容納自己或接納自己的那個自我 然後那個情感 我覺得在這裡面都一直在複製 那比較可憐的是 小孩在這個過程當中 不斷地被產製或是產生 然後那個故事好像一直都在延續 就大家聽起來 其實包括我們今天的主角 他可能也是 其實像我爸媽也生了七個小孩 就剛剛我們你談的這個個案 八個 其實七個跟八個差不多 可是我們那個我們的家 就是一個很單純的家 就種田 可是呢你就不會 你就感受到父母親就很努力 然後呢如果我們爸爸媽媽發現說 你可能有感冒 有抑狀 比方說這個小孩 今天小孩比較沒說話 他就會爸爸媽媽馬上察覺 然後就說來來你來你來 然後我媽媽就會用額頭 跟我們額頭相通 碰說你有沒有發燒這樣子 然後呢這個如果是冬天 冬天沒有每天洗澡 然後呢他就說我媽媽就會燒那個熱水 然後坐在火上 然後呢叫我們讓他抱著 然後幫我們洗頭 你知道 就是你就會感受到說 父母親是有在關心你的 你不會學壞的 沒有那樣的環境 好 那我想請教一下這個葉醫師 太太也是醫師嗎 不是公務員 公務員 那你們有幾個小孩 一個小孩 那你在教養的時候 有沒有特別刻意要注意什麼 我們剛剛提到其實我們了解到說 兒童期的創傷 其實對小朋友的成長 特別是未來的性格 其實有很重要的決定因素 那剛剛也提到說這些好像不斷的 重複重複的這個上癮的 也是一出一出的這個可能是悲劇 那其實某種程度在心理學上面 我們叫做強迫性的重複 也就是我們過去的一些經驗影響到現在 那所以我們在教養的時候 的確要注意就是說我們儘量 除了說不要給他創傷之外 我們也很 那你跟你太太要吵架的時候 是不是手牽手 就去房間裡面再吵 當然也沒有這麼這個 當然是要講說 那我們是不是等一下再討論 類似這樣 對 也是要找一個地方 米起來 對 這也是很重要 對 所以我在覺得說 我們現在在兩 就是伴侶的關係中間 還是要讓自己察覺說 我是不是受過去的影響 然後是不是太低下 或是我是不是一直在上面 那去察覺自己受到過去的影響是什麼 那這些事情我覺得 有助於你自己自我的療癒 然後要自己多疼愛自己 我們可能小時候沒有 有些人不是那麼幸運 都有很好的家庭